台日经贸会议闭幕式 日方代表大乔光夫 和我方代表邱毅仁隔空握手 还欠备忘录谈多项合作 台日关系再升温 主因正式蔡政府宣布接近服食 日方给予正面回应 大乔光夫主张重启 已经停摆8年的EPC 形同以行动支持我国加入CPTPP 邱毅仁更是有别于以往闭幕式 各自对答当场回应 大乔光夫赞成重启 而且要越快越好 解禁都不做 那根本就连谈都不用谈 大乔会长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他要恢复EPC 这个会已经停了8年了 就因为食品的问题就中断 EPC是一个带来的一线漱光 行政院各部会全程关注 也进行沙盘推演 日本更是大力支持 这只是一个开始 还有很多的辛苦要跨越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能得到好结果 蔡政府积极争取 让台湾走向世界的机会 即便中方阻拦 仍获许多友好国家声援 解禁服食时间点更成契机 获得日本实际行动支持 三连新闻讲 龙齐文文轩 台北报道 三连新闻